大家好,我是时事军事情部主持人夏洛杉 本月中旬,印度边境问题的谈判将进入第13轮会谈 表面上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脱离接触 但边境两侧的兵力部署实际上都在不断地增加 特别是重型火炮的部署,使边境气氛空前紧张 10月2日,印度陆军总司令纳拉瓦尼将军表示 中共军队在整个拉达克东部和北线都有相当数量的部署 肯定的是,他们在前线地区的部署有所增加 这一直是一个问题 他说,我们正在全面监测他们的发展 并且我们也在进行充分的准备,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印度陆军在拉达克东部与中共军队在实际控制线上的紧张关系 相持17个月后,导致印度陆军的部署发生了很大变化 适应山地作战的武器装备不断增加 特别是M777榴弹炮和K9自行榴弹炮在拉达克东部地区的部署 使印度军队的火力对中共军队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共对印度在实际控制线上部署M777榴弹炮和K9自行榴弹炮 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9月29日,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印度方面长期进行前进政策 称中方反对在边境争议地区展开以军事真控为目的的军备竞赛 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让中共这么不淡定了 观众朋友们,我们的栏目将于10月3日翻到新的YouTube Channel 请大家记得订阅,在YouTube中搜寻《时事军事下落山》 或在此片下方资讯栏里可找到链接 请订阅后同时开启小铃铛,选择全部通知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下次见